大家好 今天又想教一個關於Tasker的profile 如果大家之前有追蹤我的頻道 又或者看過我之前的影片 相信大家都會記得我曾經教過 怎樣利用Tasker去設定一個profile 令到手機在screen off的時候 自動斷上網 而在screen on的時候 又自動連回上網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不要緊的 我會在description 放一條link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其實是想說回同一個步驟 但是就是另外一種設法 一個Voilium 2的設法 之前Voilium 1的那個 上網大多數的人都會這樣設定 而這個我自己試了出來 看來真的不錯 而且更加容易去設定 沒有那麼麻煩 而且是功效得比較完美 其實你也看到 主要只需要一個Task 因為如果你還記得 之前的profile 它就要有兩個Task 一個In 一個Out 這個profile依然是 Data 和Wi-Fi都可以做 但是今天我示範 主要是用Wi-Fi做 對 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Condition 就是當DisplayState 而這個就是Task 你看到好像很多東西 但其實是一點都不複雜 因為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 對 對 不說那麼多 那就現在教大家做 OK 那首先呢 你就加一個Pover 又是 你喜歡Name它是甚麼都可以的 那我今次不Name了 那我就直接選擇 那跟著你按State State State 然後呢 就選擇Display DisplayState Is Off OK 那接著Back 那然後呢 你就可以加一個 新的Task New Task 那我又是不Name了 OK 那這裏呢 也是非常簡單的 對 那 那 我這個Task的概念呢 就主要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 嗯 它什麼時候Off Wi-Fi 以及 Wi-Fi什麼時候On 對 那 那 我們就 首先加一個Task 那這個Task 那這個Task就是先說If 先的 OK 就是給它一個Condition 那我就說If OK 然後呢 就在這堆Variables那裏找啦 那你scroll down 去到 這裡 那你會見到Screen的 對啦 登登登 OK 然後按 嗯 Screen 然後就說 我們先做了Off 其實Off還是On 先都沒有所謂的 一樣這樣做 那麼 Off 那現在就 If Screen 是Off 那我們怎麼做呢 OK 我們首先 Wait 即是我們不會馬上關掉的 即是我們先給它一些時間 例如說 15秒 OK 15秒 等15秒 接著做什麼呢 關掉Wi-Fi 然後選擇Net Wi-Fi SetOff 好了 那Off這一部分呢 就搞定了 那你就記住 加回 那個Task 就是EndIf 那這裡呢 就是為之一部分啦 OK 那接著呢 就做第二部分啦 就是說 螢幕開啟的時候啦 那又是啦 Task If 那又是 打回Screen 那你不喜歡打的 就可以選擇 去S那裡 S那裡 Screen 然後SetOn 然後 然後又是Back 對啦 那你看到現在是綠色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Screen On嘛 所以這個Condition 是Meet了啦 那接著你就加回 Task 不好意思啦 Task Wait 嗯 嗯 穿螢幕之後 什麼時候穿回Wi-Fi呢 這個可以短一點 可能大概十秒 那樣 那 Back 然後 Net Wi-Fi Set On 對了 那麼 SetOn Back 對了 然後再加一個End If的Task 就可以了 對了 那整個Task 就是這樣搞定了 然後你按Back 其實 對了 整個就已經 這個鋪法就是這樣完成了 但是就已經做到 之前我所說的 當它Screen Off Sick Wi-Fi Screen On On Wi-Fi的功能 那就絕對是比 Voilium One那個 方便很多啦 你看到 對了 對了 那就是這麼簡單 那 那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 嗯 問回我 在留言那裏 那 我都會把整個 profile的 procedure 打在一個Task file那裏 那裏 再 給大家的連結 下載 對了 那 多謝大家收看